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才关心今天的天气 那么今天各地天气都相当的炎热 明天也是类似的情况 因为明天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那么迎风面的话 中南部持续会有争雨 在中午过后的话 山区会有局部的争雨 就是包含在我们中南部山区 也会有局部零期间短暂的争雨 礼拜二开始太平洋高压 逐渐的往西边延伸过来 我们中南部迎风面的降雨 会稍微减缓 但是全台湾包含中南部 北部东北部的话 山区都会比较容易 吴后雷震雨 所以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 来看一下云图 可以看到目前台湾附近 太平洋高压还是比较偏弱 我们是受到偏西南风的影响 所以才说迎风面中南部地区 比较容易有一些局部的这个短暂震雨 那么这样的情况就是持续到明天左右 接下来礼拜二的话 太平洋高压会逐渐往西边延伸过来 我们台湾的西南风 也会稍稍的减弱 转成以偏南风到东南风为主 所以这种风向的话 我们北部反而 我获得一阵里的几率会稍微的偏高 那么中南部的话 因为已经变成不适应风面的 所以在清晨或是早上的降雨 就会减缓下来 接下来礼拜四的话呢 高压会再比较明显的牺牲过来 可以看到这一片 没有雨的地方变成是高压笼罩的地方 所以天气更加的稳定 更加的炎热 所以提醒大家 外景天其实是有一些变化的 来看一下容易下雨的地区的话呢 礼拜一最主要是银风面 中南部容易有雨 山区有局部短暂震雨 那么在这个礼拜二礼拜三过后 其实就是变成山区 比较容易有一些 午后的热队流发展起来的这个机会 但是整体来说 目前我们台湾的水汽都不算是很多 所以来看一下 回来四天的降雨的预测图 包含这个位置还有量级的话 礼拜一中南部沿海局部短暂震雨 山区局部短暂震雨 那么礼拜二开始到礼拜四的话呢 中南部沿海的降雨都趋缓了 变成是全台湾山区 都有比较明显降雨的机会 尤其可以看到可能局部地区雨势会比较大 累计雨量也稍微的变多一些 所以提醒大家 礼拜二到礼拜四的话 前往山区活动要特别注意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温度的部分 还是比较偏热低温的话在北部 低温大概是27到28度 我来这个礼拜啊 那么在白天高温都普遍有35到37度 非常炎热 那么在中部的话 低温大概是28度左右 中午高温34到35度 南部的话呢 可以看到低温大概是28到29度 中午高温也有33度左右 所以提醒大家 我来几天虽然天气是有一些变化 太平洋高压逐渐的增强 但是温度普遍上来说 都还是比较偏热一些 那么前往山区 都要特别注意 这样的几率是比较偏高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我们明天再见